哈喽大家好,我是大溜,上个月我们写到为什么A股很黑啊,还要继续炒股 然后到了这个月情况就不一样了 手的云开见明月 现在买进去更多的是为了一个念想 当然能赚钱更好了,不赚钱也无所谓了 今天的10月9号开盘我就觉得这个市场不对了 开始下跌了,然后开始落袋为安 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赚了多少钱啊 打开股票交易软件 我们今天赚到了5640块6毛9 在今天10月9号就今天早上的时候 看到不对就赶紧抛出去了 总共赚了5000多块钱吧 因为这只股票的话是我从2023年5月18号 13块钱的时候就买了1100股 然后在2023年12月29号的时候 16块5毛2的价格又买了1000股 总共成本可能在3万块钱左右嘛 之后2024年6月7号分红了分了630块钱 然后在2024年的10月9号 我们以17块1毛64的价格全部清仓了 总共是赚到了5640块6毛9 加上分红的630块就是6200多块钱吧 这股拿了一年半赚了6200多块钱 还有一只股票的话是新股 然后这只新股就有点可怜了 我是23年6月26号中的新股 它的开盘价就是26块钱 那时候新股中间只能500股嘛 然后我买了500股 我以为就是新股开盘价会像以前一样 然后被人一路炒高 然后500股赚1万块钱 就像我哥当初一样 结果大师手弯 一开盘就暴跌 然后就一路下跌 到了2024年6月20号的时候 配了股了 然后那个时候就配股了 500股配了200股 就是700股 然后股价就从19块2毛变成了13块钱 然后就一路跌跌跌 跌到最后8块多钱的时候 其实我在想如果它跌到5块钱的时候 我就再买1000股进去平摊成本 那个时候我的成本应该是在17块钱 但是特别的跌到8块钱之后 就遇到了这一步的行情之后就开始涨上去了 现在它的价格在11块钱 我的成本在17块钱 这次股票的话我只留在里面 我希望如果说以牛市还在继续的话 那这只股票就是留在最后了 它能放能一例 然后再卖掉 如果不能的话 它继续跌下去 如果跌到5块钱的时候 我们再考虑不上 如果没跌到的话 就继续放在那里就可以了 之后可能就是等了 我不会再买进了 我一只股都不会再买了 我现在情况可能就是正在等它回掉 比如现在是3200点嘛 我现在等它回来掉3000点以下 然后再买进 如果它持续上涨的话 涨到3600 3700那样子的话 我也不会再买进了 因为我还有一只新物在里面嘛 就拿着那只亏钱的股票 放在里面继续等 然后赚钱的话就落在为安了 以我经验来看 应该是在一个回掉的过程当中了 应该会跌 我猜应该会跌 所以我不会再买进了 也不会把这只亏钱的股票去卖出 我发现这次的涨幅 跟15年古代的涨幅非常相似 就是涨得非常厉害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涨得这么厉害 然后就几百点几百点的涨 涨到我甚至有点害怕了 9月底的最后两个交易日 就涨得很厉害 我回家的时候 我的发小都在问我 他也要炒股 这种财富效应加互联网的宣传 就会刺激到每一个人的脑细胞 就让很多新人觉得 我要上这波车 我要改变命运 我要赚钱 生怕会错过这一波牛市 在我看来 它就像一个纯新手 就是一个很强的菜鸟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有天记录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在我看来他可能放了一个普遍性的错误 就是听新的那些话说 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其实我更想建议他那种 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是针对那些有很多钱 他本身就有很多资金 可以做对冲风险的那种人 他们就可以说分散投资 把那个风险给对冲掉 但是你的资金只有那么一点点 你应该说把这种钱集中起来 然后才能做大事 如果太分散的话 反而会对自己不利 但我跟他说了可能也没有什么用 因为我知道人一定要吃亏才能懂事 你自己跟他说 你可能会有一种以老卖老的感觉 我也所以跟他说了也没什么用 然后他10月9号 我暴跌的时候他还是进去了 就买了两只很一般的股票 看着自己的发小亏钱还是有点心痛的 其实跟他说多了也没什么用 他希望他自己能了解吧 在这里我有中的提醒各位 如果你要炒股的话 你可能需要多看一些书 然后去少听一些那些乱七八糟的 你才能办大事 其次买股票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我是建议你分餐买进的 你就是要留一点钱在后面嘛 这种东西细水长流嘛 以后我们把它时间线放大 从04年的数据到24年的数据 所以我们算下来的话 20年当中真正赚钱的时候 可能全部加起来就那么一年 其余的19年都在横盘当中 我还在一年当中 无论你买什么股票都是赚钱的 你就是把那些交易代码 揉成只撒进动物园 让猴子抓 猴子随便选动一只股票也是赚钱的 如果你错过这一年的话 那么横盘19年的生涯当中 你是很难赚钱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细水长流 就不要一上来就全部压 活下去比能赚钱更重要 其实玩这个游戏的话 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活下去 其次再次赚钱 如果你连活都活不了的话 你还怎么赚钱 好 以上就是我全部的建议了 可能这次没有我写草稿 就说的比较乱 就我们下期见 拜拜